在军队里,按照常理来说,官越大,警卫员越多 然而,当年陈庚担任旅长的时候,身边才只有两名警卫员 却给下面的一个团长安排了六位警卫员,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团长大家都熟悉,就是王进山 在开国将军的队伍中,他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 因为他在战场上是比较疯的,情场上也是有些疯 据了解,15岁还是个娃娃时,战友们已经叫他王疯子了 王进山,祖籍湖北,1915年出生 比较悲惨的是,他很小的时候就没了母亲 为了生活,他只能给人家放牛,讨口饭吃 后来,进了一个地主家做起了长工 也正是有着和别人不一样的经历,生活过于困苦 他才会早早觉醒,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加入了革命的队伍 1930年6月,王进山还没有到15岁,就加入了红军 当时在红四方面军第一师第三团第五连当一名普通的战士 童年年底,他在战场上遇到了一位大个子敌人 换作很多人这个时候可能怕了,但是他没有,直接冲上去就是一顿馋打 后来身上受了伤,直接用牙咬 最后抱着大个子滚下山崖 大个子直接掉了下去,他活了下来 只是头部被戳破了,留下了一个小洞 从这之后,人们便叫他王疯子了 正是凭借着这骨子不怕死无所畏惧的精神 他才一路被提拔,直到后来成了我军的一名指挥员 1933年秋,红四方面军被刘湘盯上 作为28团团长的王进山直接冲在了最前面 次年夏季,28团一手转弓,不幸落到了范绍增部的包围圈 王进山带着手下战士拼杀了出去 最后硬是将范绍增的一个旅给整没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进山成为了 1290-386旅772团副团长 当时的旅长是陈庚 王进山在自己的手底下,这对于陈庚来说是一件好事 1937年10月中夏旬,陈庚部接到了设服的任务 最终让王进山带着772团执行去了 王进山当时带了五个连的兵力,伏击敌人 战斗开始后,轻松浇灭了日军的自重部队300余人 战礼品整整搬了一天 几天后,王进山得到了上级的命令 再次去了原地点设服,再次歼灭百余日军 后来,时任1290副师长的徐帅 去王进山所在的部队考察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王进山足足有六名警卫员 需要知道的是,当时的旅长陈庚 只不过才有两名警卫员 徐帅非常不理解,询问陈庚什么情况 陈庚表示,是为了王进山的安全 原来,王进山总是喜欢冲在最前面 有时候杀红了眼,一两个人根本拦不住他 有一次,王进山指挥部队攻城 看到战士们进展不顺利 竟然想着自己竖起梯子爬上城 陈庚苦劝无果,才给他安排了六个警卫员跟着 只要王进山过于冲动 警卫员可以随时控制住他 就是绑也要把他绑在指挥部 徐帅知道原委后直接表示 这样安排队 之后通过一系列战斗 王进山从副团长很快升到了旅长 1955年授贤仪式上 王进山被授予了中将军衔 直到1978年5月10日在南京病逝 享年63岁 检查期间 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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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队